各位床頭,這邊有大家早 好,瘋狗老師,現在大盤再度的往上點火翻紅咯 漲了24點,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收紅 不過原本早上很強勢的風力發電族群 好像追價買盤蠻積極的 不過現在呢,看到了3708的上尾投控 漲停突然打開 漲停價是在145嘛,現在來到143.5 這一波其實投信好像壓對保咯 因為你看我們盤中比較強勢的風電股 上尾投控也好啦,世紀鋼 甚至連動到了大雅跟中興電 這幾檔強勢的風電股 都是投信在這一波積極加碼的買超名單當中 今天的拉回,盤中是看到了 這個所謂的當沖或隔日沖的下車嗎 但是投信今天會不會續報呢 好,我想其實我們一直在跟大家報告的是 資金在哪裡,你就往那邊做宣估 其實今天有一個很大的新聞是 首次的國產的這個葉片已經生產驗收完成 這是由天力離岸風電公司生產的 全台灣第一支的國產化的離岸風機的一個葉片 這個已經正式的通過原產的檢測跟驗收 所以張芳西島的一個風場 已經成為第一座使用台灣製風機葉片的風場 這也是提前已經提前兩年實踐的葉片國產化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葉片它風機的葉片它其實是整個風力發電 最重要的一個結構原料之一 所以我們說這個其實已經開始證明到風力發電 未來有機會快速的往上走 那我們都知道綠電的一個政策是現在國家的一個 最大重要的一個政策 那風力發電又是其中最好的一個方向之一 尤其在全球有20個最好的風場 在台灣有一半以上都在台灣海峽 那我們今天早上剛剛看到的 不管是上尾投控才能攻到漲停 那我比較認為是前兩天的一個增盪整理過程 投信持續性的一個買盤 帶動了市場的一個信心 所以今天早上它是最先攻到漲停版的 那你看它漲的速度大概這個八九成 就是剛剛又打手說的 可是當中他們去做一個追加的一個動作 那同時間不僅有它 像四季剛今天也是又創不斷高點 但我跟大家報告過 它的一個特色是創高爆量之後 通常都會休息 尤其是我看到的外資昨天有大買它 大買四季剛一千九百七十九張 昨天外資大賣四百多億對不對 但是它卻是買超它 那買的位置也非常精妙 接近越線的附近 所以昨天都收了一個下影線 今天再衝高 但今天的放量反而不好 因為它放量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認為外資應該又短線跑掉了 可是整體的一個風力發電 有沒有非常的一個全面 我認為還是會有 那投信會不會在今天賣上回投控 我認為機率不大 甚至應該還有機會繼續加滿 因為這個趨勢沒有變 那除了這些之外 你可以看到像1513的中興電 今天也很強 還有就像1517的華晨 今天也很強 1519的華晨 今天也是非常強 這些是位階比較低的 那個是拉回收證比較深的 那中興電的一個位階 是相對比較強 那仔細去看 投信其實過去這幾天 也是基本上都站在買房 好 這就是我要今天跟大家報告 風力發電應該會是現階段 在今天的利多題材之下 往上去做一個推升 但是如果你要去做操作 你要不要去追今年一塊漲停 或者是隔日松大戶在賣的 或者是外資要去追的 可能在獲利賣出的 當然不要 你去找位階相對低 價格又便宜的 那我想其實在高價股裡面 像身為能源 這是最近很強嘛 投信也有在進行一個買進 那今天它的股價相對 剛剛從五日線這邊 又站穩往上走 這個外資今天有 也是連續買超四天 這個覺得價位還可以 但是如果說要找位階最低 絕對價格便宜 而且它不僅只有風力發電題材的 然後還有它產業忘記題材的 我覺得這個又可以回到 我們之前跟大家報告過的 代號1444的利利 為什麼要去講它 因為1444的利利 它旗下有 持有5512的利利 那它持有了52759張 那這個部分 因為利利利 它其實是吸走了達德能源 要建立600萬瓦的 一個離岸風電的一個 電的一個風場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 隱藏版的 風力發電概念股 環保概念股 那1444的利利 前兩年大家都知道 它早就已經打入到 蘋果相關的供應鏈 不管是編織表彈 或者是充電線的編織線 所以它也有蘋果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先來看 蘋果其實今天也有個新聞 它有在說 這個在 整個的一個 蘋果iPhone 13 Pro 要增產千萬支 因為這個部分 應該會賣得非常好 那相關的零片件的部分 我認為也會有機會 往上做一個增加 那莉莉她本来在这边 就有一个利多题材 好 那我现在来讲 这个是六月份 苹果要做的一个动作 那未来她的一个产品 当然会增加 可是大家知道 现在已经来到夏天 这两天天气又非常非常热 对不对 那莉莉她是家公司 那她还有一个产品 是所谓的巨子粒 这个巨子粒就是宝特瓶的原料 那这个进入产业的旺季 所以马上进入到旺季 又有离安风店的题材 再加上苹果未来的一个题材 还有就是她本身家公司 最近原物料都涨价非常高 棉的价格再高 那家公司的替代效果也会有 那技术面的一个部分里面 她又是回到季线附近 我常常跟大家报告 你在季线附近布局 基本上不太会吃亏 那低价的一个股票 在季线附近做布局 再加上说 她的一个产业营收又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 1444的莉莉 她的一个去年获利 确定有6毛8 这边股价在11元上下 其实这个来看的话 本因比是相对比较偏低 那重点她三月营收是月增 27.9% 年增也是27.19% 第一季比去年 同期已经成长超过30% 那如果以她去年6毛8的一个价格 的一个获利 今年当然看 尤其会再往上供 我觉得这种是属于 进可供退格的手 尤其我常常跟大家报告 如果说你的股价现在高价 大家大概都不是会很青睐 像这个3529的利旺有没有 把这一波从2520元 跌到这边 已经来到1085元的这个价格 那一跌跌到1500多块 即便外资昨天大买389张 今天一样供不过 没办法继续涨 所以高价股现在 比较没有这么受青睐 个别股票里面 你要找有投信法人去做加持 那整体政策又支持的 我觉得这样机会会比较好 那如果说风力发电信念来看 我认为 位阶最好的 当然就是利利 这个价格又便宜 又有众多提债 那如果说比较喜欢 稍微高价的 我觉得6806的深微能源 也是最近才刚刚被提起 尤其是它最大量的地方 是在4月21 大量飞高点 这未来应该还有机会 去做一个挑战 尤其他又跟鸿海去进行合作 因为鸿海跟他买风电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长线来讲 会比较适合投资 没有在这边去做布局 反正是今天已经 不管是所处涨停的 那打开 又或者是涨高 已经留下这么长上线的 十几港 这个就会比较是属于 昨天的一个强势股 今天冲高有人在处置做获利条件 那操作上面提供 就没有做操作的一个建议